我真的是啊 一看到这样的姑娘 我就头疼 只要她一开口问这样的问题 我就真的想怼她两句 不是我总说女孩子们啊 你们自己看一看拳王哪个红娘 不是在说你们的问题啊 真的是啊 心里没点数是不是 一来相亲就要找条件好的 人家嘴里的条件好 可不是咱们一般人认为的那个 有个房子有个车 收入几十万就算条件好了 人家嘴里的条件好 那动不动就是要找个住别墅的 最不尽呢 也是住皇家花园那种高端社区的人 事业有成自己创业的大老板 有个女生还把北京的几十个高档小区 列了个名单给我们啊 就得照着这里边的人找 你就说这女人目强啊 我真的也能理解 但是你有美貌有智慧有个好性格 还有个端正的人品 那我真的是欢天喜利的给你介绍 可是你不是啊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 对自己自我认知完全不清楚的女孩 这几项你到底在了哪样啊 长相一般没头脑 性格还捉 整天想着怎么捞钱 这难道不是人品问题吗 就这 还想找那些成功人士 就你脑子里那点东西 你能hold得住人家吗 还有因为学历不错的女孩 提出来的要求也是吓你一跳啊 男生必须是北京海淀西城这块的啊 必须是哈佛牛津毕业的 资产得过亿啊 真的是啊 吃人在说梦 你不会以为资产过亿的哈佛牛津男就不看你的长相 只看你的学历吧 口口声声要用自己的头脑挑战一把颜值 太可笑了 简直 人家是找伴侣 又不是要找个人天天头脑风暴 最可笑的还不是她啊 是一位事业小有成就的小姐姐 做梦都做到极致了 她居然把福布斯名单上的人搜罗了一遍啊 问我们能不能帮她介绍一个这里边的人 你们知不知道她这个脑回路是怎么长的呀 反正我不知道 都能想出这样的路数来啊 真的是绝了 在这里啊 广而告知一下啊 许愿去庙里 可别来我们这闹腾了好吗 最后说一点啊 这些女孩子啊 就算真的大佬看上了她 她还得要求人家为她付出啊 又要得到人家的钱 还要人家装孙子得低头哄她 给她提供情绪价值 他们完全不明白 男人一旦在感情里投入了钱 他就想找到这个大爷的感觉 然后呢 你要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捧着她 让着她哄着她 她就会觉得啊 我觉得我这个大爷就当得好爽 钱也花得值了 她才会愿意继续在这个关系里 情绪价值的付出是向上的 懂不懂啊 而往往这些女孩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 在感情里完全不懂得付出 只知道索取 既要又要还要 所以到最后他们什么都得不到 你们说是不是